有许多身心障碍者在职场上的工作表现 比一般人工作态度还要更佳 还执着和认真 身心障碍的博文热爱工作 一起来看看博文是如何面对他洗车的工作 在身障救服记者会场上 与代表着禁用身心障碍者及优企业的站长 一同上台分享工作心得 博文的开朗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他很认真 他自己写在这边 就是我特别把他独立出来的 因为我要问他说你在家务站里面做什么 而且我还要请他介绍一下他的工作范围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工作范围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你在家务站里面做什么 把车子抹清洁液 然后让机器进去车子里面洗干净 然后我们再把车子擦干净 然后另外还有第二张 第二张是说 他除了还是很希望能够在板桥站继续工作之外 你有个很大的愿望是什么 希望能继续坐下去 然后呢 然后赚钱给妈妈 希望坐下去能够赚钱给妈妈 今年21岁的博文 轻度智能障碍 三年前毕业于海山高中特教班 经过转介后来到全国加油站 担任洗车清洁的工作 这里不同于一般的企业 板桥站竟用身心障碍者的比例出奇的高 而且工作福利也比照一般劳工 他们算是比较听话认真 而且专注度比一般的人专注度比较高 因为他像他们这边有些很多是 也都是跟同样障碟子 身心障碍的老朋友 他们都是变得比较好沟通 变得由他们学习 或是我们旁边在辅助他们 就比较容易进入这份工作里面 就和绝大多数的洗车工一样 博文引导车辆进场 替汽车上清洁液刷洗 夏天要顶着大太阳 冬天得冷受冰水 不过只要看到每辆车子都洗得亮晶晶 博文就非常的开心 博文客室他刚进来算是一个蛮敏腆的小孩 对 只是进来是久了以后 变成会比较活泼一点 而且会主动帮忙这样 对 像比如说他休假的时候 自己跑来这边帮忙这样 不但对于洗车拿手 也可以指导初上工的同事 博文甚至能够担任加油员的工作 除了上班时间 休假也常到站上帮忙 事实证明只要多给他们机会 身上朋友在职场上也能闯出一片天 天外天新闻方建凯 这一位北线采访报道